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目前在抗医药物治疗早期方面我们也是可以去选用的 因为它的机制是一样的 都是能够通过抑制我们体内的一部分的五强色胺的一个释放 那么增加我们在神经出土间的五强色胺的浓度 达到抑制性兴奋 涉及延长涉及时间的这样一个作用 关于一些抗疫医的药物 比如代表性的 比如帕罗西丁 石区林 福西丁这类的药物 在以前应用于早些 这条效果也是不错的 但它们需要起效时间长 所以我们建议都是服用一周以上的时间 才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 有的患友他可能对这个时间要求觉得太长 因此我们目前可以推荐他使用短效的 具有明确的我们适应症的达伯西丁药物来治疗早些 因此这两种药物都是可以因活选用的 对 要 invitation 为这种药物来自发送的药物 入传的药物 因为在善良的有限 小石区林存生 提供的药物 有限冠的药物